我想我們大概對於刺青都會有一些印象 第一個印象可能來自我們的街頭 我們的年輕朋友大概有越來越多的人有刺青 尤其是在夏天的時候 穿著比較清涼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刺青在年輕人的身上 那其實另外一方面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在不久之前他可能還是有一些 我們對他有一些負面的印象 他可能是某一些特定的主角 或是特定的人才會去使用刺青 那我覺得在這個展覽裡面讓我們非常非常的驚訝 就是我們對於刺青這個遠遠流長的文化 有了全新的認識 那這個展覽我想要給我們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空間 那其實就像這個展覽開宗明義 就講的是世界上沒有一個文化沒有刺青 只是大家的表現的形式不一樣 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我們看到刺青有不同的風格 不同的圖案不同的意涵 那不管是宗教性的或者是藝術性的 讓我們看到不同的文化裡面刺青的多樣性 另外一個是時階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的驚訝 就是其實我們可能忽略掉 刺青不是這個時代才有的一個人體的裝飾 而是在很多文化裡面 它已經有很遠遠流長的歷史 就是我就看到特別有一些服飾會 上面的這些日本人的刺青 其實非常非常的讓人驚訝 這個展覽給我們一個新的啟發 就是刺青的藝術性 就像這個展覽裡面講的 刺青其實是兩個人的合作 一個是刺青師 一個是被刺青的人 因為刺青師只能創作一次的一個藝術 那刺青師他必須要很有把握的 把他的構想在一個人的身上展現 那這個人讓刺青師在他身上展現了刺青之後 他有一輩子帶著他 在多半的情況下 這是一個只能做一次的藝術創作 所以我看到那些新的藝術的創作 新的概念、創作的方法 以及刺到這些人身上的那種展現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我覺得它代表我們對於刺青的一種新的想像 那現代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去裝飾我們自己 但是這種刺青師跟刺青者之間的 這種信任所留下來的這種藝術 它不只是疼痛、不只是藝術 我覺得它是一種很昇華的美感 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這個展覽讓我非常的喜歡